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多倫多生活雜誌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分享 今天我們一起去看南瓜 就是來到這裡 門票是Online買票的 所以最好買定票過來 一進來,第一個區域就是吃東西的地方 他們在整個場地上都鋪了些乾草 所以走上去挺舒服的 旁邊看到放了一些南瓜 大家看看這個,灰色的 另外還有這個 我覺得它好像合桃一樣 旁邊有個帳幕,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嘩,這裡簡直好像兒童樂園一樣 鋪了很多乾草給他們玩 另一邊有些工具讓大家挑黑的南瓜 在帳幕走出來,有很多大型的南瓜雕塑 好像剛剛這個,就是鯨魚來的 另外這個是蝸牛,做得挺漂亮 這個大家看看猜不猜到 後面那塊就是蘑菇 前面這個是有王冠的,是青蛙王子 最後這個是生蛋的,貓頭鷹來的 如果帶小朋友來,我想他們一定很開心 因為牆裡面有不同的機動遊戲玩的 好像這個就是士多啤梨杯 另外這個,我想他們很喜歡 是迴旋木馬 不過每一個這些機動遊戲 都是要額外收費的 除了機動遊戲之外 其實還有少量的攤位遊戲 好像這個就是用飛錶石波 這個呢,我想如果是小的小朋友 就不能玩了 因為真的會有點危險 但是如果是大朋友呢 我覺得發洩一下也挺可愛 如果覺得太刺激 可以過來玩保齡球 我看到這個小朋友是第一次玩的 大家看看他第一球是怎樣滾出去的 嘩,錯誤示範 我們給他一次機會 成功啦 玩完保齡球 還可以到隔離這個大南瓜屋玩千秋 玩完之後呢 你在牆中間就會見到一個大型的橙色隧道 裡面有一些閃燈的 所以很多人就會在這裡拍照 穿過這個橙色隧道呢 就會去到另一個區 在隧道這出來 見到的呢 就是占卜的攤位 另外還有一些大型的糖果棚棚 以及一些拍照的地方 在這個區域大會做了幾間南瓜屋 好像第一間這一間呢 就是橙色的 或者我們一起走進去看看 原來裡面呢 做了一些椅子 可以讓大家坐在這裡休息 我發現橙色南瓜屋外面有這個 好可愛的 它好像一個壺一樣 上面那支柄呢 可以用來拿著這樣的南瓜來的 第二間南瓜屋呢 我見到是用粉色做主題的 因為我見到上面主要是有白色 粉紅色 以及灰色的南瓜在上面 最後一間南瓜屋呢 就是以綠色做主題的 在南瓜屋附近呢 我見到有這個入口 不過因為我現在是日頭 可能晚上來的朋友呢 就可以進去裡面玩 進來南瓜的樂園 當然有很多南瓜的佈置在這裡 大會呢 也都做了很多拍照位 給我們盡情拍照的 最後當然是可以買一個南瓜回家 價錢呢 就不算特別便宜的 不過可以進來這裡慢慢看 選一些可能顏色比較特別些 或者是形狀特別的南瓜 在南瓜屋附近報紙 今次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歡迎留言或者email給我 記得幫我訂閱 和share給朋友仔 下條片見 我們下庁見 我們下庁見 都會有一點 都會聽到 都會說 都會說 我們下庁見 我們下庁見 再庁見 我們下庁見